好震撼 震撼啥呀 两个人住500坪的房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们今天要去90后小夫妻的家 他们在城中村做了一个500坪的品牌 他们家的房间多到根本记不住 他们家有两个客厅 三个卧室 两个厨房 一个咖啡吧 两个衣帮间 三个巨型的位置 还有一个透明的工作区和一个健身房 我妈呀 今天我要逛多久啊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样一个人的房子 我们在家里面上的房子 真的好大呀 500坪是实用面积吗 665好像是 有人觉得自己的房子大到浮夸 于是给自己减了150坪 你减了一个我家 我不知道今天这个问题是不是用多少钱一方 这个是我爸 他们就住楼上去吗 对 这一栋都是她的是吗 这一层是 那她就把你这一层都给你了 那岂不是就没有什么赚钱的地方 她还有其他栋 我听到了啥 她说其他栋 咱爸在哪儿我要去放手 所以你们俩平时在家真的就找不到彼此吗 就要打电话 就随时带着 就你两个客厅用了两种风格 对 这边就是相对颜色比较淡淡雅雅的 我感觉我一直讲话的时候就是 各种回音在上面飘荡 我第一次在别人家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回声 这算是多少人的沙发 三米了 三米长三米 对 他们俩有六米的沙发都鲜小 我爸还把我的沙发搬走 然后在中间摆了两围 我最近也看到这个了 这个是最近有猫的人 他们都会买 就是整一个都是那种麻绳 对 这个好可爱 真的有一种来着餐厅的感觉 我好喜欢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之前出了一款限量版的颜色 超好看 对 它这边是一个好大的倒台 这倒台收纳很好 就下面全部都是收纳的空间 我觉得你们家跟收纳没有什么关系 根本就不需要考虑收纳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柜子都还放不满 像今天我们一共来工作人员有 加上你老公一二三四五个人 那两个我根本看不到在哪里 平日里如果来这么多人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乌央乌央的跟在这个 乌央乌央的跟在那里 今天我感觉 诶怎么没人 对 我很喜欢这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用 这里就是一个咖啡吧 冰箱也好好看 就是有点复古的圆圆的 冰箱的颜色 其实冰箱的颜色 补餐门那些颜色都是能搭上的 这个就是外面的洗手间比较简单的 对 这是我的主卧洗手间大小 它只放了一个马桶 这边过去就是客厅 有回路的 跟我走 这边是一个小阳台 用了大面积的白色 好任性 这个是就休闲一点的 我好喜欢这个电视 很网红的电视 这边还有个隐形的门是哪里 这是电房 电房 第一次知道人家有电房 我们家只有一个电闸 那边是一个酒吧区 我老公经常在这里办公 因为他喜欢这个测滑式的这个 就很好用 这个也不错 真的是房子大到说迟了 已经不知道要再多几个功能了 但凡能挖个泳池 我觉得他们家一定有个泳池 这个斗柜我之前就在网上也看过 这个也很火 像一个小机器人一样 它怎么打开 这样 这里打开 哦 你看它都是空的 它没有那么多东西给它填满 对 就来放什么呢 安装说明书 安装说明书 汤姆 哈喽汤姆 他的安装说明书又一个够的装 会不会担心有甲醛的问题 也会担心有 而且我们家也挺大的 觉得一个地方摆一个好像不大实际 其实也做了很多功课 所以我就买了科沃斯庆宝 iFA空气净化机器人 它原来是空气净化器 逛房子的时候 它就在旁边转来转去 哪里空气不好 它就会过去而已 进化那空气就非常智能 而且呢它会避障 我觉得它很灵活 在你们家这一台唯一不会迷路的机器人 是啊 而且它24小时工作 就随时待命的感觉 刚才它工作的时候很安静的 哇它这个滤芯这么厚 感觉到它的进化能力真的非常的强 它可以高效滤除甲醛 PM2.5 花粉尘满 细菌病毒等污染物 甲醛进化效果优于国标的5倍 这个是好东西我种草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哪儿 卧室 看到 我第一次在别人家这边吧 找不到卧室 疫情期间他们不是很流行 录那个说我在自己家旅行的那个吗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录一个 你这个自己录下来可能都要两分钟呢 而且还是快放的那种 然后你机器人找不到回来 有时候它会走丢 我也觉得它会丢吧 听说你们在猫之前丢了 就是在家里丢了 然后你们找了多久把它找回来 一个多小时 真的找到哭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家太大 所以她选择回去住小的房子 你那个家有多大 那个90平 那岂不是就像那边的一个小房间 但是回去觉得挺温馨的 这里做了一个引擎的门 它是推的吗 很复古 很温暖 这边又是一个房间 这边又是一个房间 你看你斗柜显得多小 你应该买三个摆一排 但是没那么多东西放 你家有几个斗柜你数过吗 没数过 你看这浴缸显得多小 我们一般不是会说家里用双台盆吗 他们家是双花扫 我们正常来讲 大家要努力做三分离 他们家属于 爱怎么分怎么分 因为她衣帽间还没收好 所以他们用了其中一个卧室来放衣服 你没有听错 一个卧室用的功能是什么 放衣服 想问你们谁打扫卫生 我 就是三个扫地机器人 三个洗地机同时工作 所以基本上都是你在打扫卫生 你每天要花多长时间在打扫卫生 如果真的一天要打扫的话 那是一天的打扫不完 对 我们的扫地机器人要扫 两三天才扫完一遍 扫完一个空间 没电都会回去充 然后扫地机器人可能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机器生涯会遇到这样的瓶颈 莫莉肯定还是会说 地主家的女儿不用工作 但其实家具博主挺辛苦的 对 就是表面岁月尽头 其实尽头后面就是 每天两三点 对 你们之前都有上过班吗 我们都是雅思老师 你们两个是雅思老师 做了几年 七年 你们做了七年的雅思老师 然后后来就决定全职做家具博主 跨度还是挺大的 怎么想到就放弃之前那个职业呢 一来是那个疫情有点影响吧 对出国留学 后来是觉得雅思老师做了久了 少了一点点挑战性吧 也就是说跟品牌啊 是跟粉丝沟通的那些能力啊 文案啊 拍照拍视频都更有挑战性 就更有趣一点 但也不是说我们不喜欢教学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学生 跟我们关系很好的 为什么是想要搬进来装修这个房子 以前那里不是90平吗 但是就很多局限 特别是因为这个职业 就很想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 每一个功能区都有那种很舒适 空间感很强这种 所以就一直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地方 会觉得大大的房子很难聚人气吗 对有点 就是好看是好看 可能就没有那种温馨感吧 你住八九十方的时候 就会梦想住很大的房子 但是你真正住过了他的房子之后 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很舒服地住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没试过就觉得这个很美好 试过之后才会发现什么最适合自己 对不对 真的房子可能不是越大越好 这个东西不会就是用来叫老公的吧 我工作热闹我在这里 第一次在别人家用话筒才能叫人 发现用这个麦想的脸很小 对不对 小吗 小 你看 我要定做一个超广的麦牌在这儿 今天呢我要去拜访一个我自己本人 关注了两年多的时尚博主 他的名字叫做路西吧 你们有没有人认识他 我第一次叫屋主这么紧张 我们小姑娘前采完以后就说 你们家很像国外博主的家 而且关注你双开门的卧室 就是我觉得那种一起床 然后窗户一打开那种感觉 是感很像 对对对 是特意全选白色 对 连刀都是奶油色 对 我对你家真的了不起 连你家狗都奶油我都知道 我买它其实主要还是跟我家色系比较大 一只狗也要讲究色系吗 是个人来讲的 对对对对对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